再来看到今天上午发生的一期严重死亡车祸 未在狱里的春日里 有一名61岁的余姓驾驶 开着一台无牌照的拼装货车上路 心经十字路口时 没有注意到一对骑乘机车的老夫妻 不慎在入口插撞 而坐在后座的妻子撞击后 飞弹倒地 头部重创 而肇事的驾驶不但没有停车 还加速逃逸 而医护人员到场后 紧急将患者送往医院救治 但驾驶机车的81岁老先生伤重不治 警方后来抓到驾驶 经过酒测值为0.22 而这名余姓驾驶不但开拼装无牌车上路 还酒驾造势逃逸 恐怕难逃罚网 一台无牌照的拼装货车 在行经十字路口时 不胜于双载的机车擦撞 不过开着货车的余姓驾驶不但没有停车查看 还直接开走 留下被撞倒的两名患者 坐在后座的妻子撞击后 弹飞倒地 头部重创 驾驶机车的81岁老先生伤势比较严重 医护人员到场之后 紧急将患者送往医院救治 但是驾驶机车的81岁老先生伤重不治 台内有一骑车祸昏迷案件 那救护人员到场后发现患者 欧卡立即接手急救 患者为82岁男性 送往御里农民医院 另外一名伤者女性 有另外一台救护车送往御里刺激医院 警方到场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 追查陶役车辆 不到两小时 远警就在瑞穗乡瑞穗中正北路一段的 一处空地旁边 找到了肇事车辆跟这名余性驾驶 经过酒测值为0.22 这名余性驾驶不但开拼装 无排车上路 还酒驾兆陶之人致死 恐怕难逃罚网 记者高双双预证采访报道